草丛镇各界纪念五圣关公 1865周年圣诞试点典礼 在草丛镇慧德宫举行 由县长许淑华担任正县官 慧德宫董事长林坤毅担任奉司官 分县官由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张龙明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局长吴耀男担任 监理官由县议会议员李周中 旧仪官草丛镇明代表会主席陈文忠担任 培计官副县长王瑞德 草丛镇长简景贤 县议员唐晓芬简俊廷 县府一级主管 延峰国小校长陈恒冲 一级慧德宫董监士 阮申以及信仲等等预级 慧德宫古月齐名义武相应 参加祭典活动人士 依序向官慎帝君圣像 行迎审礼 出宪礼 雅宪礼 宗宪礼 宋神 以及公读书文等等仪式 表达对官慎帝君崇高敬意 官慎帝君所代表就是一些 我们民间的大家非常敬重重企的精神 尤其在我们的官员里面 我们的府的公 包括在我们超顿天才能说是非常重要的 使命中心 希望在我们的官慎帝君的 这个保佑之下的 我们的全民都会健康平安 尤其在我们的府的公 也非常严重 尤其在我们的鼓励 尤其在我们的鼓励 尤其在我们的延峰国小的小朋友 也表演这个六亿的舞曲 很多的家长特别都非常的新奇 也亲自来给小朋友拍照 那么希望呢 透过这种传统的这个 我们的祭拜的礼节 那么让我们的小朋友也能够了解 我们在学校里面所教导的中意的形象 还有我们要传递的教育的意义 最主要也希望说 在我们的这些国宗教的寺庙里面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文化 传统的宗教文化里面 可以继续来给它保存下去 另外在这里也很感谢到 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 可以共同来在我们国共苗 来这里非常坚信的心来敬拜 再一次来继续到 我们的关心地均的 1865年的这个庆典的完完成功 再一次来请我们的众生 来保抵让我们南部官 都可以平安平顺 为追思先贤弘扬武圣关公忠孝节义精神 南投县每年浓重举办 官圣地均圣诞世殿典礼 慧德公依循古礼 配合中古生以及六义武行祭拜仪式 透过祝寿大典 让参与者勇怀先贤 达到传承与发扬忠义精神的目的 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相信官圣地均在我们人民的心中 是一个正义的人物的一个象征 那也藉由这个希望说 透过我们一些教育的一个文化 能够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 那因为这个完全都是照鼓礼 现场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 那也来表演了这个鼓礼 那照着这个顺序下来 那也完成了我们这个今天 非常重要的一个庆典 那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让未来更多的民众 能够来接触这个文化 我们官圣地均这个照顾 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平安 大家都大胆子 今天两种既行 我们武姓观光 官圣地均这个 祝福的电力完完成功 我们基督 我们官圣地均 我们武姓观光 继续比喻我们人家观民 每一个家 每一个家 以及我们曹敦地均 大家都 祝福平安 少年人贪大钱 孩子 我们特色 都金饭拿名 祝福大家 今天是武姓观光 诞成纪念日 南投县过届 每年都会在曹敦惠德宫 举办一个很盛大 而且庄严的这个祭祀典礼 每年都按照传统的这个祭拜仪式 尊崇古礼 来草屯惠德宫举办 我相信官圣地均的 地均的忠义精神 一定能够长留 在我们中华民族人民的心目中 惠德宫董事长林坤毅表示 官圣地均神为贤赫 折批众生 祝寿大典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祈求官圣地均 保佑县民平安顺利 身体健康 感谢延峰国小师生 参与六亿五言理 记者蔡世奇 草屯镇采访报道